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15日 已經是星期六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跟進 長實波魯島世紀塔丁 這宗雕 可以說 是香港 房地產的核彈 這宗消息出來了之後 基本上那些豪宅的藥看樓 全部人都會保留 有些就借了一些衣服 又說不有空 又說不看 就算去看樓那些 聽起來也說 每個人 一心打算起碼都坐三成 還價 還低三成 這件事的震撼程度 可以說是香港從來未試過那麼大燈 因為 撻訂金額之大 只是撻過那個 訂金也不見了 20億7800萬 只是20億的零頭7800萬也足夠買一家豪宅 何況中間還有前面的20億 這件事 可以說是震散了整個香港的豪宅 豪宅市場 每個人都覺得要觀望 原因就是 不行 這樣太快了 因為當時 李嘉誠賣樓那一刻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他已經震散了海船的口價 海船就是 新鴻基 在北角碼頭的新盤 那個盤已經賣了幾年了 我在香港的時候 這個盤已經在賣了幾年了 當時向海的10萬元呎 向後面的6萬元呎 一個200多隻燈位賣了一千多萬 是不是瘋了 好了 然後 我們再看看 現在 那個口價 坡老道的口價 平均6萬元呎 出來之後 海船不用賣了 因為他最美的單位也不值6萬 人家是坡老道 你是北角碼頭 你是北角村 是不是 那些單位不用賣 不單止 他被收回了 之後也沒有聽過海船有甚麼成交 然後 對中半山的豪宅 也是很大的震撼 早前還有一些成交花園台 花園台賣了四萬多元呎 三萬九四萬 還有花園台舊樓很舊 還有 其他的地方 例如富惠浩亭 賣了兩個雙年單位 兩億一個 都是四萬多元呎 四萬多元不夠五萬元呎 賣富惠浩亭也好 賣什麼也好 現在全部被打倒 因為波魯道是新樓來的 全新的樓 好 計算一下 計算一下 人家賣全新的樓六萬元呎 那你那些怎麼辦 還有 那麼大首貨 現在一下子說撤訂 首先 拿重貨的發展商 當然是深陣了 豪宅業主 每個都覺得 糟糕了 因為 你最重要了解一下那些買家的心態 買得起 六萬元呎樓 二千呎樓 一個單位買得起 但是香港有很多這些人 很多有錢人 住在跑馬地 住在中本山 住在山頂南區 他們拿著錢 可能 幾年就買一家 買一家一億 幾千萬 那麼現在他們就重新計算了 不值那麼多 死火了 首先他們不會去買 你要他們買多一家 很難 億二買富惠浩艇 不用六萬元呎樓 那麼當然 人家新樓還是舊樓 你是不是要打個折頭 而且那麼大首貨 對市場造成的震撼是很大的 當初他買這口價 其實已經震散了豪宅 大家想想想 因為有其比較 說馬力豪室 聶哥上山道的級數是稱贏波魯道的 因為 波魯道的地段一向是比聶哥上山道更貴 聶哥上山道 也是紐黃 可以包裝成山頂亞洲紐黃 那麼波魯道更加 景又漂亮 落中環又方便 當然 馬力豪室落中環也方便 由司徒拔道走馬幾仙峽道 走馬幾仙峽道 落中環 問題是就是人家近帶過來嘛 役割波魯道 反到馬幾仙峽道 現在南幾仙峽道 就反過來說 就是中環了 情況是不一单 當時 其實他就賣6萬元口價的時候 已經震散了很多豪宅市場 後來慢慢恢復 因為你說也補 Cantiba炸,也消化了 經過了差不多大概半月時間 再營了吧 結果 波魯連5%也不給 即是看來 他遠遠不止輸20億 所以 0.5%這個payment也不給 他肯定 這種成交 拖到那麼久才給第二個payment 即是說 應該是可能是 1555 然後長江提供七成按揭 當時他講得明白 長江提供七成按揭 長江提供七成按揭 總之會上限103億 七成是104億 應該他 首先 找不到那麼多錢 而來看市場 他遠遠 攤於20億的訂購 比他成交好 然後網友會質疑 這個不是正宗波佬來的 他是新加坡的一個基金佬 以前在瑞銀工作的 他也是 搞很多家族辦公室 後面的錢 的確是大陸佬的 大陸佬 也知道甚麼事 他們也知道訂購的 現在 看個世息不對 還在香港買樓 當時買的那一刻 我們已經覺得 李嘉誠厲害 厲害得盡了 一鋪過 給你一個折頭 當時我們 大讚李嘉誠 不單止折頭 他直接提供了按揭 我借錢給你買 你放心 你一定想到會 我包你上會 你只是這樣把錢拿出來 你拿 你其實融資 100億 另外那一輩我幫你負責 103億 最多融資給他 100多億 即是你玩100億就可以了 我幫你負責 但是 估計現在人家 那些基金背後 那些投資者 當然是制不過啦 香港 你當時有個折樣 他就買得過而已 到現在頭腦清醒 是不是 其實在香港賣樓 跟在大陸買甚麼分別呢 遲早而已 一條線很快就沒有了 好了 對於後市 不單止是影響豪罩 現在連 那些 其他的 小房子 全部都受影響 因為這宗太震撼了 你想想 撻訂 那些人經常都算數嘛 這次撻訂了 開賣多少間太古城 如果你說一千萬一間 可以買 200間太古城 一撻就撻了200間太古城 是不是 如果你要下沙田第一城 多得不得了 撻幾百間 撻幾百間 至少四五百間 沙田第一城 你想想 那麼大單丟 當然是使得市場震撼 即時 很多 那些叫做減價盤 例如屯門的沿海 即時 就是虧過百萬也要賣了 這個就是個別業主 我看單單是這麼多事 大埔半身樓五連輸70萬 然後市建局 有批惠海的貨尾 平均樓價是1000萬 但是送300萬車位一個 即是說 七折找數 發展商 接著其他的全部都要賣了 接下來 我想有很久要賣了 大家最近看到很多樓市的穿崩位 一個盤 收1萬張票 竟然推82個單位賣不完 只賣了60多個單位 即是怎樣 100張票也賣不了單位 全部都是假票 這些就等於合法做事 很暢旺 我們超額營購100倍 只有82個單位有1萬張票 10萬張票也沒夠用了 其實他們很賺本的 那真的是錢來的 其實 兩家中原美聯 自己也幫客人出了票 總之你說買就行了 用你的名字 一個人可以開10張票 每一個客人看樓的客人可以開10張票 他不一定買的 我之前去買樓也是 之前去看樓 經紀帶我們去看樓也是 總之他幫你開票 那麽你想一下 那些超額營購有什麽意思呢 全部都是假的 最終 80多個單位開出來 即是60多個單位 你是不是很可笑 接下來 發展商肯定越砍越肯定 因為 這次 已經是對整個信心 是造成破裂 唯一會買東西的那班人 他們的心已經是徹底的震碎了 接下來 有錢人更加觀望 為甚麼有錢呢 就是縮骨了 他們有錢的原因就是 他們比你更加縮骨 看到世息不對 他們比你更加孤寒 比你更加無恥 你還一千萬 我還七個而已 你看看他不破產 你找我吧 我也是這樣的 所以 接下來 只會越踩越深 所以 最近買了樓的恭喜你 沒聽過你的節目 你也是四個字 死有餘辜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還有我們星期二日報的會員頻道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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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下子